是天秤座还是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 唉 天秤吧 天秤座天秤水和 平易尽人 追求和平与和谐 举止优雅 善于沟通 最终总是带着一副不温不和的亲切笑容 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心中的天秤 早已打磨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地 这还包括友情 天秤座天生拥有吸引异性的魅力 容易让人对他们产生好感 身材比率均衡 穿任何款式的衣服都很合适 而且很会把流行融入自己的穿衣风格中 凡是崇尚中庸 均衡的处世态度 具有强烈的争议感 但又不愿被却入是非之中 经常举其不定 小小的失误也会让天秤座精神紧张 精疲低进 三招帮你摆脱选择困难症 当你考虑要不要买的时候 不要买 当你考虑要不要说的时候 不要说 而当你考虑要不要去做的时候 去做 因为当你在纠结一件商品要不要买的时候 其实这件商品对你来说已经可有可无 而当你考虑一句话要不要说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自己爽和得罪人之间做选择 爽只是一丝的 但得罪人的代价也要承担很久 而当你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做的时候 你是在考虑什么 能不能做得到还是能不能做得好 那如果你不去做 你就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做得好 为之事前想后要怎样的发型 才能衬托出天秤座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贵族气息 通过种种分析 8864卦后 决定选择这款维多利亚古典美学卷发 作为天秤座代表发型 天秤喜欢平衡 任何过度夸张的都不是他们的喜好 但没有人不适合卷发 有的只是你没有选对高层次卷 这款高冷帅气的层次卷发 从肩膀部分开始加入发尾的层次 从下巴部分形成一个内扣的轮廓 让上半部的头发更加饱和 而发尾部分则有丰富的层次 带有着轻盈的动感 小卷蓬松卷发 一直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非常适合发量少的短发女生 有空洞的微卷刘海 让整体的线条变得柔和 再加上一个中褐色 用得很好衬托肤色 而俐落氧气的纹理包裹发型 在精致的外表下 体现了唯美与优雅 忍不住想感叹一句 心动了 一头好看又持久的卷发 是建立在健康的发质上 而我强烈推荐每星期到发廊 做一次头皮SPA按摩 也只有通过头皮提拉护理效果到位 才能长出更多健康美丽的头发 天生族一生都在追求平稳与和谐 不和谐的环境和人 都是令他们想离开的理由 一个没有和谐发型的天生 就像没有码头可以停靠的灵魂 漂浮不定 看见熟悉的人就躲躲苍苍 魂恶度日 蹉跎岁月 那么孤独终老也是正常 我是你的主播易撒易 记得关注点赞加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分享